昨天在视频里咱们讲了为什么印度要在疫情严重的当下 大张旗鼓的搞大糊结 以及莫迪是如何打造自己半人半神的人设的 今天咱们来继续聊印度 现在印度国内已经进入了地狱模式 疫情的快速大面积爆发 叠加大规模的群体活动 直接导致了印度全国的医疗体系崩溃了 而且这种崩溃是一杆子插到底的那种 直接把火葬场都给干废了 印度的医疗机构面对如此严重的医疗挤兑 一点办法都没有 另外一方面医疗物资严重的缺乏 而且在可能而且在比较长的时间内都无法得到缓解 现在最严重的是印度所有的医院都缺氧气 患者感染新冠之后 从肺部末梢开始发作一直到整个肺部 这时候会有大量的粘液阻塞肺部的正常工作 患者的呼吸出现困难 只能靠吸氧气来缓解 而现在印度人的解决方案竟然是从德国进口制氧机 而且还派了军机去新加坡购买氧气 印度其实本身并不是一个整体 内部不同的邦各自为政 莫迪政府对于其他帮的控制力是非常有限的 还记得吗 在前阵子莫迪刚高调宣布印度战胜了疫情 结果现在就被啪啪打脸啊 印度人在网上疯狂的骂莫迪 现在各个帮之间明目张胆的抢夺医疗物资 尤其是氧气瓶 甚至运往首都新德里的氧气 直接在半道就被截糊了 还记得当初莫迪高调的宣布印度生产的疫苗将拯救世界吗 而现在整个疫苗的生产都因为原料的问题 必须要去求美国 印度这个所谓的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国 现在也是被疯狂的打脸啊 而更可怕的是 印度这波疫情从数据看起来就如此的凶猛 相关的专家认为是多个变种新冠病毒造成的 但具体的情况完全无法掌控 目前大量的病人从确诊到火化 通常一天的时间都不到 印度现在连烧人用的木头都不够了 恒河周边的地区由于连天烧人 空气污染指数暴增 目前外媒普遍表示 印度的实际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 至少是官方通报的五倍到十倍 目前新德里每五分钟就一人死于印度变异病毒 现在病人推进医院基本上就是等死 没有氧气没有药 现在印度每分钟都在发生人间惨剧 而莫迪政府除了断断续续的讨论 疫苗接种工作 承认感染人数令人震惊的上涨以外 他还要求公众保持警惕 就没有其他任何的措施了 之前拿印度当大宝贝的那些国家 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表示 美国禁止疫苗原材料出口 我们要美国优先 看见了吗 印太战略可以谈 炮灰你印度人必须当 但是想要疫苗的原材料 嘿嘿不给 英国的情况呢 有媒体报道说 印度的富豪们坐着飞机逃往英国 现在英国也发现了许多印度变种病毒 这些病毒主要在印度人聚集的社区发现的 其他的国家基本上是直接对印度断行 医疗支援想都不要想 而更可怕的是印度各地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医疗人员 大发国难财的情况 他们把给患者治疗用的药品直接拿到黑市上出售 转头就给患者注射生理盐水 印度现在还在用当时川普说的神药 瑞德西伟 了解的朋友都知道 这玩意儿对新冠一点作用都没有 但是当初有川普背书 印度人是真信这个东西管用 印度的官员也非常的拉胯 印度中央帮的部长帕特尔在视察一家医院的时候 一名医护人员冲过来向他求助说 我们真的非常的绝望 病人没有氧气可用 结果这位部长的回答是 我帮不上你 别闹 我要给你一巴掌 这事被印度人写进了这位部长的维基百科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总之在新冠疫情之下 印度所有的遮羞布都不管用了 而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根据报道称 印度有5亿多的劳动人口中 有将近90%从事是非正规的工作 他们只能日复一日的勉强维持基本的生存 而随着疫情快速的加重 印度有大量的人口开始挨饿 而且还无法维持正常的工作生活 在疫情占领新闻媒体头条的当下 更广泛的饥荒正在印度蔓延 这场危机会席卷印度的所有地区 去年的时候 印度做了两个月严厉的封锁措施 导致4亿印度人陷入进一步的贫困 而这次只会比去年的情况更加的糟糕 我们中国的专家从去年就一直提醒 要注意印度的情况 现在真的来了 而且来的如此的猛烈 直接进入地狱的模式 就在昨天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直接对印度表态说 中国坚定支持印度政府和人民 抗击新冠病毒 我们愿意根据印度的需要提供支持帮助 并与印度保持联系 我们毫不怀疑印度人民将早日战胜病毒 看见了吗 这才是有担当的大国 当初印度在边境搞事 主动挑衅 而现在印度进入地狱模式 我们直接表态愿意伸出援手 而印度的表态却是 中国不在印度考虑的氧气来源国家之列 那我们只能祝印度人好运了 海湾国家和新加坡确实比较近 祝好运 赵立坚在推特上也发布了这条 愿意帮助印度的内容 但是下面的评论区 那些印度人的留言直接能让你气炸了 有骂的 有造谣的 有拉仇恨的 还有一个高赞的评论说 永远不相信中国 好吧 随便吧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印度人挡在国门之外就可以了 在这里特别感谢一下喜马拉雅山脉 为防疫做出的突出贡献 说归说 但是我还是希望印度能挺过来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 这个代价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大 什么叫国力的差距啊 看看这张照片啊 印度死人太多 火葬场的烧都烧不过来了 所以才会出现照片上可怕的场景 而发达国家 灯塔国 有足够的冷冻车 所以自然就不会出现这样可怕的场景 这就叫国力的差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